是很艱難 說老實話 我是感覺到很艱難 我常常對大家說不要為難人家 當然要盡全力去做節能 這是一定要做 不過我們看到那個curve 又要經濟 經濟一定要發展 不發展不行 GDP要往上走 那麼你又要節能要往下 過去的話 GDP往上走 用能量源往上 這是做得到 那你後面的話呢 可是現在全世界都面臨到這個壓力 而且必須要做到 不做到的話 對我們生存就會有很大的打擊 這是事實 這真的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所以 不要講說什麼做得到做不到 就是努力的去做 因為主席在剛剛公開致詞的時候 他最後面談到電價的時候 他有講一句說 不排除未來 如果有調漲必要 他還是會進行討論 你覺得這是不是對您釋出善意 這個齁 像假如漲電價 我自己就要付很多錢 可是我覺得我該付 而且一定要付 因為這個是一件事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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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